尊敬的各位来宾 今天的议题是乡村校长和乡村教育 我想和大家聊一聊我眼里的乡村教育 可能有的朋友会想说 你一个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孩子 没有体会过乡村的疾苦 也没有去过乡村 更没有深入地了解过教育的理念 你能谈什么 其实我确实没有去过乡村 然后离一些偏远的山区地区 真的非常的远 很有距离 而且我只是通过一些间接的渠道去了解 但是我是一名在读的高中生 希望能从一个学生的角度 和大家分享我的见解 我的观点 曾经我对乡村孩子的印象就是贫苦 认为他们需要的就是物质支持 我们绝大部分人 其实应该也是透过屏幕 去看他们的样子吧 我自认为他们需要的是 学习生活必需品 曾经给自己拉了一份很长的爱心清单 有什么食物 然后衣物 这类的 文体用品 这一类的 但是 其实在深入了解之后 我发现他们欠缺的 并不仅仅是物质这么简单 而年初的时候 参加联合国金社理事会举办的 2017青年论坛 让我开始关注到 教育均衡问题 在几天前 我曾经拿这个问题去问我的朋友 我说如果你们在乡村生活 生活在贫困山区 你们最缺的是什么 他们想了一下 都告诉我一个非常相似的 而且惊人的答案 他们说 没有网 对 其实真的是没有网 在城市长大的我们 就觉得说 没有网怎么行呢 可能大家会觉得说 你们这些城市孩子 真的是不知民间疾苦 但是在上个月结束的 高考全国券的作文题目里 就出现了 共享单车 移动支付这些词汇 如果没有网络的话 确实很难知道 这些词汇到底是什么意思 十年寒窗 三年苦读 也许就败在了这上面 没有网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闭塞的环境 意味着信息的严重不流通 甚至是与主流社会的严重脱节 这些问题不是靠我那份很长的爱心清单 就能解决的 我的爷爷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 当年没有九年义无知教育 家里非常困难 上不起学 爷爷就拿自己的伙食费来 伙食来攒学费 一辈子都非常的勤奋 施苦耐劳 最终改变了自己的命运 也改变了后代的命运 很高兴看到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 开始关注乡村教育 在做公益 成批成批地送去爱心物资 因为大家的帮助 好些山区的孩子 他们的生活环境 肯定比我爷爷小时候要好 但物质其实只是最基本的 我们应该更加关注物质以外的缺失 在课本知识以外 山区的伙伴们 是不是拥有丰富的精神世界呢 还有快乐健康的心灵 在此 我一定要感谢乡村校长 为中国乡村教育做出的贡献 为这么多比我小 或者和我同龄的孩子 提供的教育或关爱 谢谢你们 外界我们能提供的 其实真的很少 而你们一直在付出 我经常在采访里提到 我的母校 重庆南开中学 说我们学校老师好 遇教于乐 传道遇人 但是我更想说 乡村的老师 你们真的更了不起 相对于外部短期的教育帮助 乡村校长和乡村老师的陪伴 是长久的 常年住属在山区 并不是单纯的奉献 和毅力就能把这份工作做好 而这份工作的考验 更在于教学之外的能力 我记得有一天 大概是今年三四月份吧 看电视的时候 看到一个新闻专题报告 是关于一个山区小男孩了 让我印象很深刻 那是在重庆的友阳 友阳遂以桃花园文明 但小孩生活的地方 并不在风景秀里的桃花园 而是在友阳苦寒的高山区 他的妈妈有非常严重的精神疾病 智力相当于两三岁的小孩 他的爸爸患有心脏病 和间歇性精神病 男孩今年十三岁 在乡里读小学六年级 成绩全班第一 但家庭教育这一块 对他来讲是完全空白的 当记者问他 你觉得你妈妈爱你吗 他点点头 他说爱 他说记者问他为什么呢 他说因为妈妈要打其他人 但唯独不打他 吃饭的时候还会端网给他 他觉得这就是妈妈爱他的表现 记者问他为什么要努力学习 他说将来想考医科大学 想当精神 想当精神科医生 来治好爸爸妈妈的病 是的 他在自己七八岁的时候 就定下了终身的理想 长大以后想要成为精神科医生 我想每一个人听了都会很震动吧 我不知道平时他都在思考些什么 不知道他看着妈妈的样子 抹泪的时候都在琢磨些什么 似乎这些正面的积极的东西 都是自发的在他幼小的心灵里生长出来的 不用靠父母引导 但其实不是 新闻播到后面引出了男孩的班主任 是一位非常有爱心的女教师 从一年级把男孩带到六年级 教她学识 教她写毛笔字 告诉她这可以修身养性 每周晚还接到自己家里 教她什么是爱 什么是关怀 我知道 有很多乡村教师和这位班主任一样 又当爹又当妈 填补了山区孩子在家庭教育上的空缺 我们不仅仅能给他们提供衣食用度 就满心期待他们每个人 茁壮成长 然后好好学习改变命运 他们最需要的 其实远没有改变命运这么遥远的目标 我觉得正是当下 当下的教育 我觉得教育不仅仅是课本知识 还是为人处事的道理 价值观的培养 独立思考的能力 以及心灵的富足 自信 快乐和积极向上 这些都是伴随教育过程中 潜移谋化习得的东西 比知识本身更加重要 在城市的孩子 有很多途径可以获得这些东西 父母能够提供很好的资源 从小在家庭教育上 给予孩子指导 塑造价值观 其实山区的孩子 也需要一个有智慧的长辈在身边 需要关心和爱 需要正面积极的引导 需要和拥有成熟价值观的人交流 这些空白很多都得由乡村教师来填补 所以我认为 保证山区有长期稳定的优质师资 可能是当下最迫切的事情之一 除此之外 我还建议为山区教育 配备一定的心理学资源 比如定期的心理辅导和咨询项目 满足孩子们精神上的需求 填补原生家庭的不足 让他们快乐地长大 我现在是联合国儿童教育基金会青年使者 当我一点点了解到 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历史 和它组织的各种 有利于中国儿童的公益项目 让我感触很深 同时也为自己的加入感到光荣 我明白这不仅是一种荣誉 也是一种责任 一种使命 所以我将会更加积极地 致力于传播 有利于教育和发展的信息 并以我的能力范围做出更多实际性的工作 我的想法可能有些天真 也许有很多不切实际的地方 但我真诚地希望能为山区教育 尽自己的一份力量 最后我还是想说 教育是一种公益 而不是一种施舍 受教育是一种权利 而不是一种奢侈 让我们一起努力 让教育的未来变得更好 我是王源 谢谢大家 谢谢王源 谢谢你